各位迪士尼的粉絲 是不是已經想好何時要入香港迪士尼樂園和最新奇妙夢想城堡打卡呢 作為粉絲當然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關於城堡設計的細節位 如果你不想走路眼的話 今天我就再帶大家進去看清楚所有位置 怎樣跟城堡打卡才追呢 除了拍城堡的正面之外 走到城堡的背面 靠近Fuguran旋轉木馬的位置 拍出來都不錯 大家亦可以發掘不同的位置 黃昏時拍出來就有少少Side Blacklight 甚至可以拍到電影的效果 全新奇妙夢想城堡設計的靈感 就是來自於13個有關於迪士尼公主及女王的經典故事 所以13個塔尖上的裝飾圓頂 城塔上的浮雕點絕和顏色 這些設計細節都象徵著不同的公主及女王 如果想看完整個城堡的話 真的要走多幾步 360度 不然就看不完十三個塔尖 不然就看不完十三個塔尖 上面就有代表著13個有關迪士尼公主及女王故事中的花位圖案 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物件 因為白雪公主是第一位迪士尼公主 所以花窗中間就會有代表著她的蘋果和森林花位 花窗的圖案就會以公主登場的時間來排序 之後就是灰姑娘 最後就是沒有honor 而另一個大家有可能會走落眼的地方 就是在圓頂廣場的圓柱上面的浮雕 其實他們就描取了13個有關迪士尼公主及女王故事中的角色 有一個位置晚上過來看就會更加明顯 就是碎公主的三位仙女教母 在圓頂廣場上面的吊燈 灑上閃閃發光的仙子仙粉所造成的燈光效果 塔尖和玄花窗的位置都真的挺高的 未必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就一定要進來奇妙夢想城堡故事展裡面 近距離看看複製的版本 連續WiFi之後再找回奇妙夢想城堡道賞資料的QR曲 去掃掃 這樣就可以聽到由林家欣靚聲的導航 帶你走均八個check point 現在在動畫藝術教室裡面 還可以學獲簡單版的奇妙夢想城堡 樂園十五周年就推出了不少打卡美食 而這幾款就夠了IG的部 如果在巴掌上來是足夠的 我們還是可以玩的